被车上的乘客给制服 并没有造成更多人受伤 而警方以涉嫌犯下特殊伤害罪 将男子逮捕归案 俄乌最新战情的部分 乌克兰北部的古城切尔尼哥夫 当地时间19号 遭到了俄罗斯的空袭 包括了歌剧院还有大学都被波及 造成有7个人丧命 超过百人受伤 乌克兰消防在已经断壁残院的顶楼 持续管救 就怕火苗再延烧 整栋剧院会被破坏 俄军空袭后 就连前面广场到处都是瓦砾碎片 不少车子都受到波及 这里是乌克兰北部古城切尔尼哥夫 处处都是历史建筑 这次却成了俄罗斯空袭目标 还造成上百人死伤 民众心有余悸 几乎整个切尔尼哥夫市中心 被一枚俄军飞弹击中 好几家店家门口全会 街上几项满目疮痍 乌克兰总统泽洛斯基痛骂 又是俄罗斯一次卑鄙攻击 瑞典总理特别表达哀悼 尤其资罗斯基这回人就在现场 资罗斯基除了和瑞典总理见面 也拜会瑞典王室 特地感谢盟友对乌克兰的支持 至于俄罗斯总统普清 车子已到达目的地 曾被卷入瓦格纳军边的俄国 陆军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 还亲自迎接 根据俄罗斯媒体 这里是距离乌克兰边境 只有大约100公里的城市 顿河畔罗斯托夫 负责乌俄战事的俄罗斯南部 军区司令部就在此地 而普清这个时间点清零 不仅让人猜测俄国战况 是否又更加不顺利益 特别新闻总部都 俄罗斯出动了17架的伊朗制 见证者无人机攻击乌克兰 不过其中有15架被击落 交给信尼 好 带你来关心 乌俄战争的最新消息 可以发现到最近俄罗斯 是又出动无人机来攻击乌克兰 而且这一次同样是连夜发动攻击 这一次的攻击主要是从 俄罗斯的库斯克地区 俄军他们是出动了多达 17架的无人机 这个是伊朗制的见证者 无人机飞往乌克兰 不过乌克兰是表示说 他们把15架的无人机 都已经击落了 这一次的无人机 主要是攻击乌克兰的北部 中部还有西部地区 不过究竟他们确切的目标是哪里 还有究竟他要去的区域是哪里 乌克兰空军目前是没有证实 不过根据有美国媒体最新的报导指出 不具名的美国官员说 这个恶物战争从去年2月爆发以来 士兵的伤亡总数已经超过将近50万人 再起信仪进一步为我们说明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乌俄战争 其实开战已经一年半了 不过大家现在也很好奇说 究竟两方的伤亡人数到底是怎么样 最近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媒体 纽约时报就做了一份新的报告 他说其实恶物战争开战以来 双方的死伤人数是将近50万人 进一步的来看 在俄罗斯方面阵亡的是有12万人 受伤的有17到18万人 在乌克兰这边是阵亡的有7万人 受伤的是有10到12万人 不过这样子的数字参考值到底高不高 现在也有官员指出说 因为莫斯科长低暴伤亡 在乌克兰这边也没有揭露官方的数字 因此实际伤亡数恐怕还是难以估计的 其实乌克兰这边也表示说 真正的死伤人数 一直都是要以参谋部公布的为主 另外一方面则是看到了乌克兰声称 东南战线的反攻已经获得了斩获 不过克里姆林宫立刻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清已经会见了军事指挥官 持续交给信仪 不过最近的战争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是说 他们在乌南地区的反攻是有斩获的 尤其他们最近是解放了一个前线小村庄 这可能说是7月以来的首次 不过就在乌军发表这样子的结果之后 俄军当然也有一些动作 可以看到最近普清是会见了 清乌作战的指挥官参谋总长 跟他们一起召开会议 波克里姆林宫表示 是说这个会议的目的 还有到底为什么要召开会议 他们是没有进一步说明的 可是可以看到这场会议 包括格拉西莫夫 还有其他的高阶将领 都有直接来向普清报告 这个格拉西莫夫我们就要讲一下了 因为其实他最近是非常少露面的 也有人说是因为这个俄乌战争 最近俄罗斯的战果都不是非常好 所以这个格拉西莫夫成为了很多俄罗斯人 甚至是一些他们这个战争部落客 批评的对象 因此这一次他直接跟普清报告 很可能是俄罗斯接下来 也会有一些进一步的动作 好那关心完今天的这个国际话题 要带您看到观众朋友 可以拿出手机扫描QR Code 加入TVBS的新闻APP 会为您掌握最新最快速 最及时的新闻讯息 中友宣布明天起汽柴油 各要调涨0.1元 参考的零售价分别是 925000汽油每公升31.2元 925000汽油每公升来到了32.7元 另外985000汽油每公升34.7元 超级柴油的部分每公升是28.8元 以上讯息提供给您作为参考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新闻台